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云仙 欢迎收听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中台湾的大小事 新闻首先带您来看到 南投县鹿谷乡内湖村及河雅村有168户居民 长久以来都没有自来税可以使用 因此在县长林明珍及地方委员许淑华的争取之下 并配合地方民意代表跟民众多次协调 总算在今年5月份顺利完成了第一期的工程 这天特别在河雅村活动中心旁举办洛权启用典礼 请监裁 在南投县长林明珍的带领之下 所有贵宾共同监裁 内湖村以及河雅村的居民 总算有干净安全的自来水可以使用 彻底解决在地168户居民的民生用水问题 那稍微在这里也非常感谢 因为对我们的地方来说非常重要 尤其我们来的地方 我们的民宿非常多 那加上说没有自来水的话 对用水的安全性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堪虑 所以今天的一个洛权典礼 真的是非常要感谢的人非常多 今天要启用第一期 花了6600万 真的是不简单 很感谢我们许淑法立委 还有我们县长林明珍 大力的来向中央的争取 今天终于可以美梦成真 大家期盼 这次工程因为需要埋设五千七百多公尺的自来水管 并试涉四处的加拉站以及蓄水池 总经费是高达6400万 不过在县府 立委以及各地方代表的不断协调跟争取之下 总算在今年的五月份顺利完工 可以提供当地居民以及入谷西头等地来使用 那这期间最不容易的就是 我们从我们的入谷进院厂到这边 大概高层将近两百公尺 必须坐四个的加拉站才能到这边 配水池跟加拉站这个用地是最困难的 所以在林县长还有各位地方代表等单位 大家的努力之下终于克服了 让这个工程能够顺利 我想我们政府对民生的需求都非常的重视 尤其没有水是很痛苦的 我们非常感谢助来水公司这么的用心协助 让今天的工程能够顺利的完成 另外第二期工程 我们也希望能够进市的赶快来协助 来核定 进市的来开工 南东县政府建设处也表示 用户埋涉接管的路面修理费用 可以来免费申请 申请期间只有到明年的1月20号 请居民把握机会 尽速来向自然水公司申请 记得正确团的同线 才能报道 叶副处长 叶副处长